然後這個叫做考試 考試有人畫衛星雲圖 很好認 看到 漩渦 颱風 看得出來是什麼轉 逆時鐘轉 逆時鐘漩渦 所以就是一個颱風 颱風 然後中間的洞什麼東西啊 颱風眼 颱風眼 所以一個雲 逆時鐘旋轉的雲 颱風 如果畫地面經濟圖 也很好認 這就是一個雙台 兩個叫全轉雙台 雙台呢 距離在1000公里之內有藤原效益 你可以上網查 我記得我也寫過藤原效益 不是藤原即將也不是藤原左尾 藤原效益 然後就是這樣 藤原效益 然後會互相牽扯 會產生這件事情 那你就去上網找 大家就知道 藤原效益 兩個颱風相距1000公里之內 會有藤原效益 OK 這個是有人在網路上貼一個圖 然後被別人這樣子 稍微要小小的 這樣子諷刺了一下 這有一個人就畫那個叫做 共辦效益 共辦是指的是跟東北季風共辦 他畫的東北風有沒有 他突然也畫錯了 逆時鐘 蛤 是逆時鐘 對啊 才不知道 逆時鐘才會共辦啊 順時鐘哪有共辦啊 要逆時鐘啊 要逆時鐘 這樣才會方向差不多啊 才有共辦啊 你這兩個要相撞效益 這哪有共辦效益 所以他會畫得出 他很開心的 要表示他有學問 跟各位介紹共辦效益 可是畫一個完全錯的 完全錯的 OK 好 共辦效益 共辦效益 看 這邊可以很好看 一圈一圈 同心圓等壓線 同心圓等壓線 你就知道這裡有颱風 然後呢 因為你認出來這裡有颱風 我就會點一個點 問你說 這裡吹什麼風 我就會點一個點 問你說這裡吹什麼風 我可以問你 這裡跟這裡 風速誰比較快 會不會 會不會 會不會比較快 逐時的問題 因為你認出颱風 我就可以問你今天有了沒有的 所以就很好認 雲圖很好認 雲圖也很好認 同心圓等壓線 而且你發現越往中心 等壓線越密集 表示什麼意思 風速就越快 所以颱風越往中心 風速會越快 但是真正的中心呢 颱風也 無風無雨 邊邊叫雲牆 雲牆 好 我跟你講 颱風也 颱風也 OK 所以颱風也 最中西台灣 反而無風無雨 有個結構圖 國中沒有焦 但是你可以看一眼 發現一件事情 它的中心是什麼氣流 下沉氣流 下沉氣流 它才會天氣晴朗啊 明天過後也有演過 兩段 第一段 是在最前面 開直升機 然後呢 突然間就摔飛機 然後人跑出來 立刻凍成冰棒 然後客人家打電話 怎麼回事 有強烈的冷空氣下沉 所以油箱全部瞬間解冰 所以飛機就摔下來 然後人一出來就凍成冰棒 OK 還有最後男主角去那個叫做 郵輪上面 找藥的時候 準備回來 電影上就演那個大樓 從上面 因為下沉氣流 大樓上下水 看看它一路結冰 結下來 然後就要往裡面衝衝衝衝 在最後一秒鐘 衝進房門 門一邊 咔嚓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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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間瞬間結冰 人safe安全 這樣子 非常的有戲劇 這樣有 非常的有戲劇效果 但是完全有苦爛 第一 越往底下 溫度越高 如果在底下要溫度這麼低 請問你天上要多低啊 第二個 它是一個現在正在往下沉的氣 是不是整根柱都是 都是冷的對不對 這 就算它所演的一樣 這整根都是 往下沉的冷空氣 跑過來 碰到了你的大樓 請問你 冷空氣 碰到大樓 到了什麼結冰呢 裡面吧 整個事情就全部結冰嘛 你整個都冷空氣碰到它嘛 會從上灘 它要冷下來嗎 不會啊 不是 正點才有 緊張刺激才有吸壓 現在有吸壓 OK 誰有意思 人家隨便你就隨便看 不要太計較 人家隨便你就隨便看就可以了 沒有專心 好 颱風的路徑 好 路徑詭譎多變 對 我剛剛跟你講 我只管從太平洋來的 我只管 你如果上氣象機網站 它告訴你說 我有這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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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跟你畫十幾條 颱風常見的路徑 我們死老百姓就兩條 一條 進大陸 一條 去日本 被誰管 太平洋高壓 太平洋高壓 如果強 壓著它 它又去哪裡 它又進大陸 太平洋高壓如果弱 它就會上去 北上 去日本 所以今年夏天 有颱風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 就可以猜一猜 那個颱風往哪邊走 太平洋高壓強 往西走 太平洋高壓弱 就會偏 就開始會偏北 就可能會偏北 然後那偏北的時間不一樣 結果也會不一樣 就是我們的颱風路徑 告訴你 會這樣子就可以了 可以嗎 可以